大马是高材生的悲剧 那集叫我们不要放弃 今年我国就有108名 华裔优秀生无法进入本地政府大学 就算成功 拿到的也是冷门科系 其中有55人STPM拿到CGPA 4.0 也被本地大学拒绝 看来本地大学的标准是 拒绝太过优秀的学生暴读 我拿到4flat 然后我的课外活动分数是8.9 over 10 然后我任何一件offer都没有得到 就这个令我很彷徨咯 对于这种现象 尊贵的首相有什么回应呢 他告诉这些被拒绝的学生 你们不要气馁要去上诉 我们会开会讨论的 而马庆总团长魏家祥告诉我们 虽然这些学生有权利上诉 但他们深情的科系早已爆满 奇怪的是 成绩这么好的学生 怎么没有得到优先考虑 而这些热门的科系里 又放了什么人呢 审核的标准又在哪里呢 我国沦为高级人才出口国 廉价劳工入口国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只是最近的十年 我国就流失了 30万大专资格的高级人才 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截至2010年 保守估计我国流失的 专才人数高达100万人 而且这个数字 每年都在增加 高财生无法进入 本地大学的现象 和邻国送来的烟霾一样 每年都发生 但每一次都没有 实际的解决方案 让人不禁怀疑 读书考好成绩的想法 是不是不符合我国国情呢 电信文担心报导 你不符合 我不认识了